哈嘍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算一算時間 好一陣子沒有來參加 MAZIDA Taiwan他們所舉辦的 全新車款的發表會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三創 來看的是這一台全新的CX60的預賞會 它預計是10月31日才會正式發表 那先跟大家來介紹一下CX60 它在品牌之下的一個集聚 Mazda這家市場大概在兩年前左右 他們就說他們要朝著未來2030年 零碳排放這樣的一個目標邁進 但這個過渡期呢 它會以過去Sky Active的一些動力基礎 衍生推出 Small Product Group 以及 Large Product Group 那所謂的 Small Product Group 意思就是說 它會用一般比較常見 過去的這些傳統的引擎動力 包含橫置前驅的驅動屬性 然後搭配一些像是Mail Hybrid 輕油電的設計 一些比較主要的車款 像現在我們台灣賣的 CS30、CS5的車款 都是屬於這個集聚 那今天所謂的CS60 則是所謂的 Large Product Group 的一個代表的車款 也是第一台來到我們台灣的新車 那這個集聚的車款的設計 跟我們剛剛講的 Small Product 截然不同的是它採用的是 過去Mazda他們家有一台 非常金色紀錄賣得非常好的 這個樂趣操控的小寶車 MS5 採用重置後續的平台調教而來 今天它把它運用做成了 一個休旅車的平台 那 Large Product Group 這個CS60 一樣是採用重置後續的結構 跟我們國內比較熟悉 過去可能都要帶兩三百萬的一些休旅車 像是 BMW X3 賓斯的 GLC Audi Q5 這樣的幾具屬性 蠻接近的 那這一次這台新車 Mazda台灣導入的編程 嚴格來說是兩種動力 四種編程 那2.5升的入門動力 是過去的四缸的自然機械 還有分成後驅板 以及配備比較好的 這個版本之外 然後也有所謂i-Active的AWD的 色輪團動車型 那頂規車型就是現場這台白色了 它就是比較受到 我們媒體矚目的就是搭載 3.3升的直六渦輪增壓 然後它一樣有後驅以及四驅 但是我們台灣進的是四驅版本 然後另外它在引擎變速箱中間 又多了48V的Mile Hybrid的動力屬性設計 那馬自達為什麼會做 這樣子一個這麼大的轉變 他們說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 朝著零碳擺放的目標邁進 但並不是一味的去down sizing 或者是做一些輕油墊 就一定可以達到這樣的訴求 他們反而認為說 適度的把引擎的排氣量加大一些 剛速增加一些 像它從原本的四缸2.0 2.5 多了這一次的六缸的3.3直六 反而會讓引擎有更好的出力反應 甚至在油耗節能甚至排污部分 也可以獲得一些更好的數據 以今天我們看到3.3升這一顆 直六渦輪48V的動力 它就高達284匹的最大馬力 那平均油耗 四輪傳動的車 能源局公布也有超過1公升 14公里 就達到了他們所謂的這樣的訴求 TX60在外觀設計的部分 我覺得它可以說是承襲過去我們熟悉的 Coto Design Lessis More 馬自達設計 用的是比較純粹的線條之外 我覺得它這次又多了一些比較TUF 剛硬的一些線條 尤其是車頭我蠻喜歡的 它比較厚實方正一些 然後你會看它的LED的日行燈 包含燈組 它也延伸到了它的魂動之翼 那兩種動力的車型 基本上寶桿的兩側氣霸 都有Air Curtain設計 但是有一些不同的設計 那據原廠說到時候正式發表 還會有另一個版本的選擇 那水箱護照的部分 則是蜂巢狀 很有質感的黑色亮面黑的造型 那另外兩種動力 從車外你可以很明顯 一看就看出來的 基本上兩台車現場放的都是 235 50 20吋的Toyol Process Board 輪胎配置之外 但是鋁圈的造型是不一樣的 那高規的3.3升的車型 在A柱下方的這一個箭矢的這個明板部分 會直接告訴你它是Inline的直列六缸動力 CX-60這次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跟大家來講一下它的車格定位 以現行Mazda台灣販售 他們的SUV的主力車型 CX-5的車長大概在4米5 那CX-9的7人座的SUV 車長則超過了5米左右 那CX-60大概就是在中間 4米7的長度 所以它可以說是介於這三台車之間 那其實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預計在原本今年底要來台灣 也是這樣的平台的 CX-90三排的7人座 稍微有點Delay 預計在明年的Q1、Q2左右 也會看到用重置後續的平台 全新的7N座車型 它的車長也會比現在的CX-9來得更大 超過了5米1 帶大家來看一下 馬自達車向來在內裝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職人工藝的展現 那看到今天的CX-60 我們看一下這台2.5的AWD車型 基本上它是用黑內裝 那數位科技的配備 它有雙12.3吋的數位儀表 以及中間的主機 那高規車型還會有HUD的抬頭顯示器 那我覺得以現在它這樣的介面來說 我們剛好特別稍微把玩一下 它中間的這個12.3吋的主機 基本上它的功能面都還滿完備 包含像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都有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惜 它還是用傳統他們家的 Mazda Connect這樣的一個波盤 旋鈕的調整的概念 所以你用手機觸控螢幕 是沒有辦法對應的 那另外在旁邊3.3吋的車型 我覺得它的內裝更有看頭 它除了在黑色這樣的一個基本車型之外 你還可以加價3萬元選購 像是這台展示的是白色Napa 然後加上一些實木的木紋飾板 以及一些不織紋的一些特殊的工法 另外剛剛簡報還有看到一個 所謂頭棕色帶點橘色的內裝 我覺得都非常有質感 也再次展現了Mazda他們在內裝的職人工藝講究 其實今天簡報我看到一句話覺得很感動 就是Mazda說 既然大家都要朝著零碳排放的全球車場目標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忘記 要提供這些車主更好的操控性能 以及駕駛樂趣 就像今天的CX60 它之所以採用了重置後驅 就可以把引擎式車頭的空間 讓出更大的空間 然後讓這些工程師底盤調校 幫這台車設計了雙A杯的懸吊 以及後面是多連桿的懸吊 搭配一些鋁合進入的用料 營造出了更好的操控 雖然我們目前還沒有機會開到這台車 預計原廠是在11月初會舉行 公辦的試駕 到時候我們再來好好體驗 不過據原廠說 他們前兩天才開去花東 開了一趟 特別體驗了一下花蓮的山路 這台車開起來會給人一種很特別的超感 也就是說它的尺碼不小 我們剛剛講4米7多的車長 2米8多的軸距 嚴格來說是屬於中型SUV 比較大一號的尺碼 但是開起來因為它是後驅的平台的設定 所以它的迴轉半徑只有5.4米 開起來的靈活度 有帶了幾分歐洲同級SUV的痛掉 最後以編程售價部分 以今天預售它打錯是要 其實比我原本預估的來的更有競爭力 以2.5升的動力版本來說 後驅車型它是120萬 基本中間是130萬 2.5的AWD是140萬 相較以現行它們販售的前驅版本 或四驅的CX5的主力修理來說的話 大概同對標的車型 這台CX60會貴了大概10萬左右 當然啦如果你說這兩台這個客人要怎麼選擇 我覺得CX60目前還滿有競爭用的 除了是全新的外觀以及平台 這樣的一個特性之外 多了大概十多萬的售價 可以擁有截然不同的操控屬性 就我來說我覺得還滿滿吸引人的 其實我個人最感興趣的四個變成中 就是我身後這台白色的展示車 它就是搭載3.3升的直6渦輪 48V的Mio Hybrid動力 那照原廠的公布出力 它高達284匹 45.9公斤米 它的售價是169萬 那我滿期待 希望在11月初的公辦試駕 有機會再來開到這台車 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囉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車水馬輪網在三創的全新 Mazda CX60的預賞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 謝謝達 謝謝 借助 謝謝 謝謝